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小微双创 在创业起步时 有的创客拥有研发技术 却苦于没有销售团队 有的团队有市场却没有研发运营人才 这样那样的问题常常成为创业的拦路虎 我是重创空间的兴起 为怀揣创业梦想的人们提供了交流和合作的平台 创客卫行潘就在我是首个由国家级孵化级运营的重创空间 芝麻开门创客会里找到了一个研发团队 开启了自己的创业之旅 目前他主要负责市场推广 重创空间现有的这么多团队 你整了在一起的话 它效果可能就会组成一个非常强大的团队 而不是每个团队 它在有短板的情况下独自去挣扎 由于缺乏全面的经验 不少创客和卫行潘一样 选择重创空间来起步 目前在芝麻开门创客会里 共有50多名创客在这里聚集 组成了28个创业团队 创客会给这些创客们提供了免费办公场所 导入创业培训课程 整合公共技术平台 创业导师 产权保护等各种资源 并帮助创客们对接投资机构 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蓬勃发展 到去年底 我是已构建了29个双创集聚片区 和92个重创空间 忽利华美就是从老旧厂房改造 便设为创业创新基地 目前园内已经汇集了96家文创企业 在文创园里面的企业 大多数都是属于文创型的 大家都有一些自主创新的 在资金上 还有在一些政策上 他们都给予一些的减免措施 减免政策 税收的相对一些补助 然后再来是租金 租金对于各个园区的话 都会单平方米 二十到四十不等的 这样的一个租金补贴 现在的整个一个状态 还是比较蓬勃的 然后从政府到与企业 到各方面的话 都是非常积极地去推动这个事情 今年 我事将继续加快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城市示范建设 近日明确安排3.2亿元中央专款 其中市级部门安排1.1亿元 各区财政2.1亿元 主要用于创业创新空间的打造 公共服务的提升 打造良好融资环境 以及创新人才等方面的支持 部分政策紧贴小微企业发展的实际需求 凸显了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 例如鼓励国有企业改造老旧厂房 打造新型集聚区 为支持台湾青年来下创业就业 安排400万元中央专项资金 用于建设台湾青年创业基地 创可空间 就业平台 继续实施国内领先的科创红包做法 安排1900万元中央专项资金 用于扶持小微企业购买科技服务 本台记者报道 围绕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是将开展降成本 优环境专项行动 近市政府办公厅 印发了专项行动的工作方案 根据安排 我是将力争在本月底前 通过地毯式清理建立 设企收费和视像台让 及管控服务平台 年底前逐项清理不合理 标准偏高的设企收费和视像 按照要求 全市各个部门 要对本系统设企的收费 或视像进行地毯式清理 要通过召开座谈会 调研走访等多种方式或渠道 调研收集企业负担状况 针对清查发现的问题 制定降低企业成本的整改措施 本则该取消则取消 该合并则合并 该降低则降低的原则 边清理边整改 此外要在本月底前 形成各部门的设企收费和视像台帐 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建立管控服务平台 这次专项行动 还将根据清查情况和企业诉求 通过与上海 重庆 深圳等 先进城市企业负担的对比分析 找出我是企业成本的可降空间 形成降低企业成本的工作任务清单 加强政策研究 成熟一项 推出一项 控制并逐步降低设企收费 在企业经营成本中的比重 为了降低创新创业成本 我是还将推广软件员二期的 提升改造试点经验 重点推进软件员三期 龙山文创园等一批产业社区建设 本台记者报道 记者从景美区了解到 厦门软件员三期手撞公寓楼 第03号楼日前已通过消防验收 4月份将正式投入使用 配套软件员三期的手撞公寓楼 第03号楼共18层 提供542套诞生公寓 每套面积为36至53平方米 每月租金价格为500至750元 公寓内配备了石木床 床头柜 桌椅 衣柜 空调 热水器等 方便园区员工拎包入住 此外 公寓楼还建有副楼 作为商业配套 计划引入便利店 餐饮等商业业态 目前 整栋公寓楼已经通过消防验收 今年4月份将正式投用 此外 公寓楼的招租登记工作也已经启动 并对青年创业者及社会新员工开放了优惠通道 凡全日制教育毕业5年内的租户 租金可享8折优惠 两年内经厦门市软件员管理委员会 审核同意在园区新设的企业 凡占股20%以上的创业者 租金可享7折优惠 据介绍 明年年初之前 软件员37还将再建成投用一批人才公寓 我们今年第三季度的话 还会有D08号500多套的公寓楼 也会交付到企业 给企业使用 那预计在今年年底 明年年初的话 也会有一千多套的公寓楼 也会交付 今天是清明节 也是清明小长假的最后一天 前往各大牧园祭扫的市民 相比前两天开始有所减少 而在厦门市烈士林园 仍有不少市民前来缅怀革命英烈 请倩倩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 一起来了解一下 厦市林园里安静着 一千零六十一名革命先烈 他们在上个世纪以来的 各个历史时期 为了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 献出了宝贵生命 清明时节 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表达着对革命先烈的敬意 和深切怀念 与往年一样 黄丽娟仍然在清明这一天 忙碌地工作着 她是烈士林园的工作人员之一 至今已经是第十八个年头了 大部分时间里 她都是在和这片 庄严肃木的烈士林园打交道 为市民游客 缅怀先烈提供着服务 而选择在烈士林园工作 对黄丽娟来说 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这组勇至明星雕塑群中 这位称高的船工 以列是张水景为原型 黄丽娟就是她的曾孙女 1949年9月 人民解放军和厦门工委 在石马一带征集名船 船工 准备渡海解放厦门 张水景一家老少五口 全部参战 在同年10月的渡海作战中 张水景在靠近古浪雨时 重担牺牲 她的丈夫和三个儿子 也全部献出了生命 为了这种革命事业的 这种无畏精神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有这种精神的存在 你才有这种动力去做下去 作战参谋 指挥员 船工 卫生员 炸吊宝的战士 由27个人物组成的雕像群 栩栩如生 气势磅礴 再现了当年经过浴血奋战 战士们把五星红旗 插上厦门岛的历史瞬间 革命先烈的牺牲奉献精神 也激励着一代代后人 世民林先生 今天也来到烈士陵园 他的哥哥林松荣 1997年在追捕歹徒的过程中 身负重上牺牲 被安葬在烈士陵园中 他能舍大家 为了一般的平安 付出自己的年轻生命 那也是很不容易的 不论是战火纷飞还是和平年代 烈士陵园内的一个个英雄封碑 讲述这一段段值得铭记的过去 清明时节 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表达着对革命先烈的敬意和深切怀念 本台记者报道 在厦门 清明节有扫墓祭祖 踏青赏花等传统习俗 而最有厦门特色的习俗 就是做薄饼吃薄饼 以及清明果 这几天这些应景的小吃销量大幅上升 上午在巴士的一家专门做饼皮的店内 记者看到 老板熟悉地将手中的面团 迅速摊成薄片 一分钟时间 十几个面皮很快成型 作为清明节厦门人桌上的传统工品 薄饼不可缺少 现在大部分家庭喜欢自己买回饼皮 配好各种食材 在家里裹着吃 老板告诉记者 清明这几天的生意特别好 光是订单就忙不过来 根本顾不上零售 清明节肯定好了 要排队 排队好 一天大概多少 多少斤 多少斤皮是不是 两三百斤 两三百斤 厦门清明节习俗不少 最有厦门特色的 就是做薄饼吃薄饼 薄饼馅馅料理 要放新鲜海力 豆干 胡萝卜丝 高丽丝 春笋丝 芹菜 焖煮大半个小时 包着吃 不仅方便出行祭组 还异于保存 同时 其中还有美好的寓意 当然除了薄饼 传统的蒜蓉汁 清明果 麻洛等清明祭品 也很受欢迎 特别是清明果 用野生的剥剥菜 搭上枣泥 豆沙 萝卜丝等线 捏制而成 造型简单 不仅是祭组的贡品 而且还有中药的功能 那么这种就是说 这个哪来了以后 它中药的功能 也会供气速 还有知音 这样的一种功效 本台记者报道 这个清明小长假 我是的旅游市场总体评论 根据旅游网站发布的 清明旅游人气排行榜显示 厦门位列国内十大热门目的地 第四位 小长假期间 万石植物园景区 平均每天的迎客量 在三千五百人左右 远高于平时 最热门的景点 古浪雨 前两天的登岛游客 超过了十一点二万人次 截至下午三点半 今天上岛游客 约为三点三万人次 清明小长假里 情好的天气 也吸引市民游客 携家带口 到岛外各大景区公园 农家乐 休闲玩乐 假期三天 同安方特梦幻王国 吸引约2.3万人次的客流 同安影视城 集美宝生园等游客人数 都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两成 天竺山森林公园 大平山公园等地 也吸引了大批市民赏花踏青 庆明小长假 还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 体验科技探索的魅力 集美诚意科技探索中心 小长假期间 接待人数仅3000人次 本台记者报道 小长假期间 曾祖安的特色家庭旅馆 依然是人气爆棚 不仅曾祖安的家庭旅馆 一方难求 黄错的塔投射 也出现了不少新的家庭旅馆 带动了环岛路沿线的人气 我是家庭旅馆 形成了多点开花的新业台 并且在小长假 迎来了入住高峰 小长假期间 走在曾祖安的路上 到处都能看到游客的身影 作为热门的旅游景点 曾祖安里各具特色的家庭旅馆 吸引着天南海北的游客入住 不少家庭旅馆 早已在三月中旬 就已被预定一空 节假日都满了 这三天都是满的 三月初就开始订了 然后三月中旬就已经订完了 在房源紧张的情况下 房价也比平时有一些上涨 像是这家家庭旅馆 小长假期间 每间房间的价格 在150元到200多元不等 价格则要比平时高出了20%以上 老板告诉我们 前来住宿的消费群体 主要以家庭旅客为主 他们基本上是通过网络的途径 来预定客房的 互联网的方式多一点 上涨只是在平时的基础上 上涨个50块钱左右 平时我们家都是100多 家庭房 我们家主要做的就是家庭旅住 它家庭比较多 目前增传家庭旅馆 共有300多家 可以提供5000多个床位 对于一个面积只有6.5平方公里的 小渔村来说 已经饱和了 记者发现 近来有不少家庭旅馆 经营者将视野转向了 黄错的塔头社 目前塔头社里 已经聚集了约180家 新兴的家庭旅馆 经营者们在旅馆的装修 和房间的设计上 都主打中高端路线 旅馆的环境提升 自然吸引了不少游客的青睐 我们环境量有40间左右 入住率的话 几乎可以达到90%左右 我们这边的话 相对于增传来说的话 空间 环境的空间面积会比较大一些 视野也比较开阔 晚上的话 入住的话 也会相对比较亲近一些 本台记者不到 清明假期结束 今天我是野营来了返程客流高峰 今天铁路发送客流 预计突破10万人次 下午三点开始 高速公路各收费口的车流量 也明显增多 今天下午 在厦门站的北出站口 随着一趟趟的列车到达 大量旅客也背着大包小包 抵达了厦门 他们当中 大部分都是清明假期 出门扫墓旅游后 返程回到厦门的 据统计 从4月1号到3号 厦门站 厦门北站 共发送旅客30万人次 同比增长了25% 其中4月2号 客发超过12万人次 创单日旅客发送记录 而鸡民两天 客流高峰还将持续 厦门往多数方向的车票 仍比较紧张 对此 在清明后 厦门往福州 龙岩 福顶 南昌方向 仍有加开车次 增加运力 今天中午开始 高速公路各收费口的 返程车流逐步增多 下午4 5点左右 达到一个高峰 预计 今天辖区进出口流量 或将突破20万辆 而在岛内方面 下午4点开始 四桥一岁 进出岛通道的车流量 就开始增加 交通压力最大的是 海仓大桥 和祥安隧道的近岛方向 本台记者报道 好的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为了更好地展示 厦门大学的校史 文化和科技成果 今天上午 夏大新设立了 四个展览馆 博物馆正式接牌 囊括了夏大的革命史 中国近现代文学 以及生物和海洋科研成果 四个展览馆今后 都将对公众开放参观 厦门大学革命史馆 设于夏大同岸楼一楼 在大家进出西校门的 必经之路上 1926年2月 中共厦门大学支部 在囊营楼诞生 这也是福建省的 第一个共产党组织 厦门大学由此成为了 八敏大地的革命摇篮 今年 中共厦门大学支部 成立90周年 夏大设立了这个展馆 以纪念和展示革命历史 展馆分多个展厅 集中展示了 夏大学子在抗日战争时期 在闽西 闽南地区 建立的多个党支部 以及掀起并引领的 多次爱国主义运动 上午同时接牌开馆的 还有中国近现代文学展览馆 和厦门大学生物博物馆 海洋博物馆 中国近现代文学展览馆 分六个展厅 收录展示了 敏籍文学艺术家的文学作品 和厦门大学与近现代文学的 渊源 历史成就 特别呈现了 夏大校园文艺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 地位和贡献 生物 海洋博物馆 则主要承担科普 科研 以及学生的实践服务 其中生物馆共有三层 包括大型鲸豚馆 贝壳馆 鸟类馆 植物馆等多个生物标本展馆 收藏标本达一千四百多个 我们希望校园风景的美丽 和我们人文内涵底蕴的深厚 还有我们革命文化传统的基点 都能够给自己的师生 以教育给来到这里 喜爱厦门大学的人们 以启发 记者孙茜 朱克勤报道 昨天下午 美丽厦门当代美术作品 《静晶展》 迎来了一位厦门的老朋友 知名画家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姚顺希 这位艺术生涯 起步于古浪雨的画家 希望厦门艺术能多走出去 让世人更好地认识厦门 了解闽南文化 在美丽厦门当代美术作品 《静晶展》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姚顺希教授 正在和当年在古浪雨就学时的老师 欣赏画作 作为当代知名的画家 姚顺希擅长中国画 她的艺术道路 正式起步于古浪雨工艺美院 并从这里一步一步走向全国 在北京看到来自厦门的画展 了解厦门艺术界朋友的最新创作成果 姚顺希倍感亲切 而104幅画作的大规模画展 涵盖国画 油画 水彩和漆画四大种类 丰富的题材 新颖的艺术表现手法 姚顺希也给予了高度认可 中国画这方面来说 就是说厦门这几年的发展是很快 新的一代的年轻的画家们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 也带来了一些新的一些希望 和新的一些创作的一些技术 从艺术作品回归到美丽厦门的变化 姚顺希也很有感受 她说当年在古浪宇读书时 厦门只有一条中山路 其他地方基本都没有开发 而现在的厦门发展日新月异 浪漫的环岛路 忙碌的东渡港 甚至古浪宇最近在生移过程中 对老建筑的保护都很好地表现在了 这次展览的艺术作品当中 同时山海大观 鸟语花香 时尚风范 也通过艺术家们的画笔 向全国人民传递海上花园 温馨城市 厦门的独特精神气质 和博大精神的闽南文化 我们福建省应该多出来走走 让大家多了解厦门 多了解厦门的闽南文化 在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地位 记者陈树林 周晨璐 北京报道 通过美丽厦门共同缔造 古老的海港桥村 祥安澳头充分挖掘社区文化底蕴 向文化村方向转变 努力成为艺术创造的一个平台 这个清明小长假 祥安澳头村里非常热闹 15位北欧艺术家 写布面油画 板画 雕塑 装置 影像 综合材料等135幅形式多样的艺术作品 在澳头的向东措策展 艺术家们在对闽南古建筑文化理解基础上 大胆创新 通过精巧构思排布艺术品 充分表达了以水相连 包容共生的精神 让闽南红砖古措与北欧艺术相得益彰 作为闽南一个著名的古老海港桥村 澳头形成了独特的海港文化 海防文化和桥乡文化 在美丽厦门共同地造当中 祥安新电镇党委政府和澳头村民携手并进 挖掘澳头的文化底蕴 努力将澳头打造成厦门又一个文化渔村 我们把整个村的这个文化把整合起来 那以后我们整个村也会作为一个文化村的一个发展定位的方向来走 作为一个很静很雅 艺术家很有创作平台的一个地方来呈现 记者方方 吕岳成 同学员林玉生 蔡江沈报道 感谢收看今天的下时新闻 再会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